105年度身心障碍就业成果发表会 现在朱立仁书囊表扬第一个 机优身脏劳工是全球的技术员 潘立东先生 第二个是药华电子的高级工程师 杨又明远生 第三个是晋国实业的操作员 林刚舟林先生 你看朱立仁书图长 正在颁奖 第四个车客房 股份公司的就业服务员 谢东升先生 第五个是无法电子 无法电子的技术员杨立玉 杨小姐 你看他是100-100的脚不方便 财管法人爱芒基金会 张立娇 第六个是爱芒基金会的 脾肤性员工张立娇 第六个是爱芒基金会的脾肤性员工张立娇 第八个是农昂 第八个是龙昌摇曳的陈立芬 第八个是龙昌摇曳的陈立芬 第九个是台湾检验公司的陈培员 第八个是农昌摇曇曇的技术员 周云峰 这个是基优身脏模范劳工 十位的表扬 由朱立仁朱市长在这边表扬 这是身心障碍者的模范劳工 一起在那边合影 这是记者燕国龙在新北市政府的报道